欢迎来到小悠儿的频道 小悠儿又发现一个好玩的 就是GPT生图 在小红书上面 火爆生图 很多人都正在用 最近几天 这个GPT生图 使用的人非常的多 包括我们可以在抖音上面也是一样 那么很多人也在用这个GPT来进行生图 之前小悠儿有讲过一些关于GPT的一些教程 也经常会使用的GPT 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用它来写一些文案脚本 真正用的生图 还比较少 那今天小悠儿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最近GPT它也在升级 GPT4O展现出极强的一致性的生成能力 能够在同一画布上 绘制出保持连贯性的一个多格漫画 场景之间的过渡自然流畅 第二个就是图片的一个编辑能力 我们可以去通过一个虚拟四一等一些应用场景 编辑一些动画人物的一个表情 来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编辑能力 话不多说 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打开我们的GPT 这里我给大家展现出来的是GPT4O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GPT账号的朋友来 可以点击描述栏的一个GPT的一个成品账号 去进行一个购买 这里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你可以打开本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这里有一个更多 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就会有一个GPT账号购买 这我们直接点击进来 因为我们首先要有了一个工具 我们才能进行操作下一步 如果说我们连GPT账号都没有的话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操作这个视频的 这里小鱼用的一个GPT4O 它也是由银河录像局提供的 打开之后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下拉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些AI软件 很多软件在这里面都有卖 它除了这个GPT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 也是可以在这里面购买的 这里你可以看到GPT 还有Mijerly这些GPT3.5 这里面都有 甚至你没有一个谷歌账号 这些都可以在里面购买 那么我们就点这个AI服务 这里我们就选择这个GPT plus 然后点击一个购买 接下来就看你想要哪一种 国内景象之年 这个是29 这一个月三个月是45 Plus是99 那这是一个共享会员 建议大家考虑这个共享会员 这个是专业版的 它是十个人共享 十三四五 四个人是八十 那么十人连付是四百 根据你自己你使用的多少 那么你可以考虑 那如果说购买的时间越长的话 那算下来它的价格更优惠 这里还有一个独立会员 如果说你想要一个独立会员 那么你也可以选择这里一个人的 那么这里呢它是独立的一个plus会员 是一百九一个月 这个呢是plus年付是一千八 这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定 这里可以选择PayPal付款 也可以选择支付宝付款 选好之后呢 当你有了账号之后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当然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了 你可能已经有了GPT的账号 但是你的是3.5的一个免费版本 那么国内的小伙伴如果说你想升级到4欧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张虚拟卡 之前小月也给大家分享过一期GPT的一个GPT升级 你可以在这里可以在我的首页这里搜索一个GPT升级 搜索一下 这里就会有一个GPT一个升级教程 这里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这个视频的一个右上角 描述栏呢你也可以找到我们需要一张国外的一个 World卡来升级我们的GPT 那么国内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去办这张虚拟的一个卡来进行一个升级 废话完了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 我们要升图的话可以看到 首先那你是需要4欧啊 你看这个4欧它就会生成这样的一些图片 那这儿我就给了它一个简单的提示语 根据以下提示词呢 再到厨师准备菜炒菜 到端菜生成几组相关的提示语 场景我就给了它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一啊 厨房里一个学徒呢正在学习菜谱啊 桌上堆满了中餐菜谱墙上贴着中餐技巧训练营 学徒穿着厨师服认真抄写笔记 背景可以有监督学习这样 那这儿呢它第一个 它就帮我把我的这个提示词直接帮我分成了三组啊 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 我是让它第一个是这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呢 就是一个到炒菜到准备菜 第三个是到炒菜 第四个是到端菜哈 我又重新给了它一个提示语 上面的提示语是一句哈 不是不用分成几句 然后直接将厨师从准备菜到炒菜到端菜 然后生成一个连续的一个提示语 那么这儿就可以看到准备食材 炒菜过程不得不说啊 GBC的它的一个理解能力是非常强的 到端菜出餐 接下来呢我就让它这个因为这个里面呢它缺少了一些字样啊 因为我要生成的图 我要想看一下它的一个图片里面的一个文字功能怎么样 文字的一个出图的一个对文字呢有没有影响 所以呢我需要在这个字体里面啊 在这图里面呢需要加一些字眼 比如说啊什么美食节啊 比如说什么训练营啊这些 OK那它就让它让它 我这里让GBC优化 优化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这里它就会有了匠心厨艺挑战赛 这个是在背景上面的这里 中华美食节啊 这里呢有一个中华厨神大赛 这里三张图就OK了 接下来就到了生图的一个环节了 根据以上的提示呢 分别生成扁平插画风图片 OK这里呢就生成出来了 第一个我们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插画风的一个效果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厨师啊在厨房里面准备菜啊 再切菜啊 这桌子上有一些菜 那包括后面有一个中餐技巧训练营啊 这个这个还是非常的不错 它的文字在这里呢啊 它有一点点的一个遗憾 就是它这个字呢可能还会 还需要再进行一个升级啊 有的字呢可能会出现错误啊 但是这个呢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那么这我们就把它 这个是第一幅 接下来呢我会告诉他 用同样的一个风格来生成第二幅了 这个就是第二幅啊 中华美食节啊看一下 中华名厨争霸赛啊 这个真的非常的不错啊 那你可以看到它两个的一个风格啊 它的人物呢基本就是保持了一致啊 这里到第三幅呢 他已经做好了菜 将这个菜呢已经出锅了 这里还在冒着烟 同样酱心美味传承经典啊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厨师呢 基本上它是这个保持了一致性 那这里还少了一个啊 他就是把菜放在餐桌上 那我就让他再用同样的风格呢 再生成一张厨师呢 把菜呢放在餐桌上 接下来第四幅就出现了 他把菜呢放在了餐桌上面 那我们这里四幅画就完成了 那我想再看一下他能不能帮我把这几张图呢 直接给他啊 生成一组插画合并为一张图像 我就这里让他帮我啊 生成漫画书样式 并将四张图片合并为一张图像 OK这里呢 这个是他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但是不得不说哈 他这里呢 确实是没有保持一致啊 但是他里面保持了一致 他并没有按照我刚才上面生成的这个 来帮我啊 组合成一张图片啊 他又自己呢 又单独这样子啊 用一个这样的一致性的来帮我来生成了这样的啊 整体来看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我想看他一个能不能把这个图呢 再单独分开来生成啊 我这就让他呢 保持样式不变 这呢 我再想要再尝试一遍看看他了 能否保持上面的这种风格啊 我让他再重新生成啊 保持样式不变 生成样式 这呢 他还是没有啊 但是呢 他生成出来的这个插画风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再往下拉 那我让他帮我把这个第一张图呢 把它单独生成出来 OK这里 数别往下拉 这张图呢 他单独生成出来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像不像啊 确实他是在切菜 但是他桌子上摆的东西呢 不一样了 整体的人物呢 还是没有保持完全一致哈 这个还是稍微有一点变化 所以GPT呢 他其实还是有待更新哈 如果说你平时也可以来玩一下啊 这个生图的功能还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想来再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图片的一个编辑能力啊 我想将把这个图片呢 给他稍微稍作一个修改 看看GPT他现在啊 能否实现 这儿我就给了他一张这样的一个小人图 我让他尽可能少的去进行更改 以创建相同样式的一个图像 让打字元满意啊 这儿呢这个他是不高兴的了 我想让他生成出来的效果就是让他笑起来 这里呢他没有直接帮我生成了 给了我一个下载 但是我不需要下载 我想直接就看到图片 我让他直接啊 再让他帮我生成啊 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 那他笑起来了啊 可以看到他真的 他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这儿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他的发型呢 有一点点更改 但他电脑是一致的啊 整体的画风还是差不多的 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有一点不一样 我让他基于以上的一个内容呢 创建并排图啊 左边为快乐 右边为悲伤 啊这里啊 他直接帮我生成出来了 结果是给大家看一下 他结果是这样子的 两边都是悲伤啊 没有一个开心的一个图片 我要一边开心啊 那一边悲伤啊 这个他没有做到 那我就直接告诉他啊 你这里没有开心的表情 只有一种表情 让他重新生成啊 接下来这个啊 效果就非常的满意了 可以看一下 他这里 这边是不开心的啊 这边他变成了一个 开心的表情 这边是不开心啊 这边是开心的表情 同时呢 你可以给他两张都是不开心的表情 让他帮你修改成一边开心一边不开心 那这个呢 他也是可以做到的哈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到他在 GP4O呢 在虚拟四衣等应用场景中的一个表现 它是非常优异的啊 能够自然的将衣服呢 穿戴到模特身上 保持整体图像的一个协调性 啊 这我就来尝试了一下 那么我就给了他一个模特啊 并且给了一件衣服 接下来我就给了他一个这样的提示 以让图片中的女孩呢 穿上我提供的T恤 啊 生成一张并排图 左侧仍然是女孩 那么只是将女孩的图像的服装换了 右侧是原始装的一个图像 在这里可以看到 左边呢 是穿了红色 这个是我们要给他换上的一个衣服 那我们鼠标往下拉 OK 可以看到 这里呢 他就直接给这个女孩 把这个黑色的衣服呢 直接给他换上了 那这个下面 文字呢 还是保持了一致 可以看到 这个衣服呢 基本上 我们给到他的这个衣服 他就直接换装成功了 这个就是一个虚拟模特儿换装 那么接下来我会提高一个难度 因为这个裙子的话 可以看到 这个裙子其实是挺难的 因为这个他上面是穿的衣服 我要让他把这个裙子换到他的身上 不知道能否换成功 我这里来看一下 那这里因为我频繁操作了 这可能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这会儿可能生成图片的人比较多 这里稍微可能需要等待一下 我就不给大家看这个图了 下次有机会给大家看 感兴趣的伙伴呢 建议你一定要来试一下 这里相关链接呢 都在描述栏 这个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小悠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这里GP的账号链接 已经放在描述栏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 米吉利生图感兴趣呢 也可以来看我的这期教程 怎么样以图生图垫图 怎么样保持人物的一致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